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大家可以經PayPal、PayMe、專須快 或者Patreon繳交月費 在此預先感謝大家 持續支持MyRadio的月費計劃 Fanya activation estátaya plantation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炎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欲吻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好了 回來第三節 其實前幾天是一個新聞 我們本來準備要講的就是 世界首富二郎臣 馬斯克 高調支持特朗普 而且還要派錢 這種派錢的行為引起很多爭議 現在已經在給的了 他是隨機選民 簽了聯儲 有一個機構 其實這個真的 有很多人都說有些法律的問題 那個法律的問題是什麼呢 現在真的有得爭 但是你計算一下這個數字 一天一百萬 這個當然要抽籤 隨機抽出來的 就是有份聯署的人 他隨機抽籤 就是那個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American PAC 就是他每一天 向這個隨機選民發放一百萬美元 直到選舉那一天為止 是不是 那你數吧 因為早兩天開始發 那你 都是 兩千萬美金 賭了一千多兩千萬美金 是不是 這個所謂昨天 是什麼時候呢 應該是早兩天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投資這些出來 就要小心一點 這個昨天是什麼 今天就是23日 昨天是不是就是22日 但是這段新聞就不是22日 OK 是嗎 在星期一另外 我看到的新聞就是在費城 也都是賓州 費城可能是講這個的 匹癡堡 有一個集會 但是這裡就有個 這裡就說 有個 呂議員就說 馬斯克 就向我們之中很多生活結局的人 懸賞一百萬元 如果他們為他而無的話 那這個說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就是 他用錢去誘惑一些人 這個 這個 馬斯克高調支持 這個Donald Trump 就是 就是 早幾個月前已經開始了 是不是 那這位 世界首富出手 現在說 他已經捐了很多錢 給這個Donald Trump 那這個是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 當然有些人就覺得 你借這個 所謂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是吧 那 就搞一個活動 就說 會隨機抽一些選民 一定是登記選民才可以的 就給你一百萬 一天派一個 派一百萬 直至到11月5號選舉日為止 不理你是屬於哪個黨派 你要做 你的條件就是 你要登記投票 和簽署一個請願書 那請願書是說什麼呢 就是由這個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搞的 請願書就是支持言論自由 以及持有槍械的權利 你要簽這個請願書 然後就抽 不理你什麼黨派 你只要是登記選民 以及要簽這個請願書 然後很多簽請願書 就抽一個出來 每一天抽一個出來 這個當然不是人人有份 有些人認為 其實這個行動本身就會造成的 譬如有一個這樣的假象就是 嘩 你派錢 你明白嗎 所以會不會引起 有這個法律的訴訟 我們現在暫時不知道 但是至少 有些人認為 在政治道德上 這個是有問題的 OK 所以 這個超級富豪 是不是 去做這些事情 目的就是 他認為只有Donald Trump 才可以拯救美國的民主 是不是 於是那些支持民主黨的報紙 當然是動它 《紐約時報》就是最明顯的 是不是 我看到《紐約時報》 都有很多篇文 就是講這個馬斯克的 另外BBC今天也有一篇 就講這個馬斯克 就是他高調支持 這個Donald Trump 他是一個財閥來的 就是 他是世界富豪 就是首富 他做這些事情 他有這麼多公司 科技公司 有這麼多企業 這個會不會出現 就是說 未來會有一些所謂的政商 政商的勾結之類 我想很多人都會 包括 包括一些 所謂的媒體 都會注意 他們都會做一些 所謂的調查報導 如果不是 那你怎麼挖出他的醜聞 出來呢 但是他現在做的事情 是很公開的 以及非常之高調的 所以這個也是 值得很多人關注 特別是傳媒 是吧 但是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其實共和黨也好 Donald Trump也好 最多有錢很支持 是吧 美國很明顯的 是吧 共和黨 是吧 共和黨一定是右的 民主黨是左的 在政治江譜來說 那左的 你就不要做到左膠了 極端是不行的 極左和極右都是大問題的 是吧 就是你在上一個世紀 這個世界這麼亂 那個冷戰 又有極左又有極右 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極右 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就是極右 是吧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是吧 赤化世界的就是極左 是吧 但是其實歐洲有很多 左翼思想的 歐洲有很多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 民主社會黨 曾經執政的工黨 這些全部都是左翼的政黨 那你應該是左的 是說經濟政策 是吧 但是你左到某個程度 極左的話 你就變成共產黨 就極左了 是吧 其實 社會主義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是吧 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思想 孫中山的民生子餘都是社會主義的 是吧 有公團主義 有公會主義 是吧 有基爾特社會主義 有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有很多流派 共產主義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是科學的社會主義 左翼政黨執政的時候 他就是 說自由、人權、平等 那也是左翼思想 比如說 很簡單 你支持同性婚姻 這些就是左翼思想 是吧 這個就叫做左翼思想 比如我們在香港 支持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是吧 這個就是左翼思想 不簡單 你那個分配財富 是要所謂 不患寡而患不均 是吧 你要均 是吧 所以孫中山提出那個民生主義 就是一種均富思想 其實均富是很難的 是吧 看你怎樣定義那個富 是吧 即是說你重新去分配那個財富 是吧 怎樣才能做到均富社會呢 是吧 孫中山就是提出這個主張均富 但是很難達到 共產黨那是均貧主義 現在呢 現在呢 他的社會主義 就變成了什麼國家資本主義 國富民窮 黨富民窮 是吧 還有你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是吧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是吧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是吧 一個這樣的所謂 你幾項堅持 是吧 搞得現在的社會貧富懸殊很厲害 是吧 你怎麼可以想像 就是 14億人民 是吧 都可以大家這麼有錢 是吧 沒有可能 是吧 他現在變成了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 他已經違反了初衷 你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面 那個所謂 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真正堅持的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其他那些都是漏的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你這個叫做社會主義嗎 是吧 我們說這個叫做 習近平新時代的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最早提到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是鄧小平 現在改了叫做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是吧 好 我們在留言區裡面 那些吵架其實都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不過我又不想加入 不過剛才看到有些留言 其實這個世界首副站台 他真是為了美國的民主嗎 他真是 他真心相信 Donald Trump 才可以拯救美國的民主 那什麼叫做 美國民主呢 是吧 美國民主是一種制度來的 一種可大可久的制度 一種長治九安的制度來的 是吧 所有這些所謂主張民主 或者捍衛民主的人 其實他們所作所為就是破壞 破壞著美國行之九遠的民主 是吧 美國現在這種兩黨政治呢 其實 是有問題的 是吧 不過幸好他有一個真是可大可久的制度 是吧 還有他這個制度的特色就是制衡 是吧 權力制衡 是吧 所以就算 特朗普 他怎樣放言高論都好 怎樣亂說都好 是吧 他不會令到這一種可大可久的制度 是受到嚴重的破壞 但是 是吧 無論誰做總統都好 他們一些政策和主張 都是有可能有機會破壞這種可大可久的制度 是吧 這個就要靠其他的權力去制衡 是吧 要靠司法 靠法院 靠新聞媒體 是吧 還有社會力量 公民力量 是吧 這樣才可以令到這些政治人物呢 就是不能夠 他擁有的權力不受弱制 是吧 所以我們是要非常之佩服 就是那些開國不分 是吧 例如揭忽信 華盛頓 呼林 喀林 這些人 是吧 他們才真真正正是 是 建立了一個 令到美國這個民主憲政可大可久 長治久安的制度 但是這個制度 就是 在近這百多年 是不斷受到損害的 但是這些損害 有些可以有些救濟的方式 有些已經造成一種破壞 是吧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了 拜拜